我作为娱乐圈知名的花瓶,意外和国民影帝在一起了,他掐着我的腰,勾起了唇,觊觎我多久了,第二天一早,我火速溜走,后来,我去医院妇产科检查,被狗仔拍到,一瞬间,热搜炸了,网友们纷纷投票,猜测孩子他爸的身份,影帝扣着我的腰,打开手机直播, 我的,觊觎我多久了,嗯,暗雅低沉的声音伴随着温热的呼吸,洒在我的耳边,我红着脸,满眼是男人俊美到妖孽的脸,勾起红唇痴痴地笑了起来,没有听见我的回答,男人无奈地捏了捏我的耳朵,十二个小时后,我看着身侧的腹脸,傻了眼,果然,女人想要不犯错,就千万不能喝多, 恰好此时,经纪人打来了电话,我颤抖着手,滑动着手机屏幕,接通了电话,小祖宗,你怎么还没回来呀,我给你接了个节目,赶紧回来,狗仔昨天在酒店顶楼套房,拍到了影帝傅林,和神秘女性热吻,身材和你一样好,注意要离傅林远一点, 万一被扯上了,就麻烦了,我顿住了,身侧的男人突然伸出手搂着我的腰,得不到我的回答,经纪人下意识地问道,木久,怎么了?我干巴巴地回道,那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神秘女性,是我,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万一被发现,你就完蛋了,经纪人的怒吼声,将我的耳膜震得有点疼,傅林在圈子里,可是出了名的国民影帝,八岁演了少年帝王,一举成名,二十岁就当了影帝了,地位是娱乐圈顶流,圈子里的粉丝多到让人咋舌,一旦被发现,后果就不是血藏那么简单了, 以后时不时被人肉地址都有可能,就算退圈,也会时不时地被鞭尸,毕竟我可是自从傅林出道以来,唯一的,花编新闻女主角,我昨天无意识地喝多了,没想到办了一件这么大的事情,赶紧,溜,警号影帝傅林和神秘女人在酒店共度一夜,警号,警号傅林传出新恋情,警号, 警号影帝傅林邪神秘女友共度一夜,警号,警号傅林女友,身材俱好,警号,回到公寓后,刚一打开微博,我就看见满满的十条热搜,经纪人叠好一侧的服务员服装, 如果刚才不是他机灵,想必现在,我早就被守在门口的狗仔逮住了,看见我发呆,经纪人冷笑了一声,你要不点开评论区看看呢? 我兴兴地点开评论区,果然,评论区有许多人猜测,那个神秘女人是我,看身材和发型,很像木久啊,不可能,木久才配不上我哥哥呢? 就是,娱乐圈又不止木久一个身材好的,可再也没有比木久身材更好的呀,就是,再说了,虽然木久是个花瓶,但是长得好看呢,看电视直接带入那张脸,都不得了了,看着褒贬不一的评价,我善笑了一声,要不,最近我,暂时不要出门了,经纪人叹了一口气,别最近了, 这两个月都别出门了,乖乖给老娘待在家里,我点点头,可谁知道,这一待,不就带出事情了吗?我已经两个月没有亲戚造访了,心下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幸好这几天,经纪人请了年假,恰好和我一起住在公寓里,我面带难色,乖乖站在正在嗑瓜子看电视的经纪人身侧, 尽量拉长声线,张姐,一只手直接横在了我的眼前,别这样叫我,你每次这样叫我都没好事,我乖乖点头,我两个月没有亲戚造访了,经纪人点点头,吐了一口瓜子咳,正常,我也不喜欢走亲戚,我清了清嗓子,我说的不是那个亲戚,是那个,哪个,大姨妈, 经纪人瞪大了眼睛,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音量飙升,震耳欲聋,什么,你怀孕了,我有些害怕地坐在沙发边上,垂着头,也不确定,经纪人面色严肃,看了我一眼,那天晚上,酒店没有准备,准备了,我打断了他的话,那为什么还会,难道是不合适, 他的眼底闪烁着八卦的光芒,我摇摇头,抬起脸看着他的眼睛,不是,规格不符,经纪人咬牙看着我,伸出手狠狠捏了捏我的耳朵,木久啊木久,老娘真是欠你的,要不是我是你亲小姨, 我现在立马就把这个消息卖给狗仔,顺便跑路,你知不知道,万一被爆出来,你会怎么样,知道,我确实知道,傅领和我只见过几次,除了那天晚上,大多都是公共场合,为了我放弃大批量的粉丝,根本不可能,而且我们根本没有感情基础,怀孕在娱乐圈对女艺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经纪人看了我一眼,随手拿起外套和口罩,算了,说不定不是怀孕呢,你先测测,说完后,就关上门离开了,等到经纪人回来,给我递过三根小产品,赶紧给老娘去测,我顶着他痴人的目光,乖乖接过小产品,走进了厕所,十几分钟后,出来的时候,我不是,呃,一个人了, 看着小产品上的红色双杠,他伸出手指,戳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了十几个泛红的圆点点,经纪人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经过这件事情,你明白了什么吗? 我乖乖点头,明白了,下次要准备好合适的,很好,我的手背也被拍红了,小产品的准确度还是很高的,我帮你预约了半个月后的私人医院正规检查,你是怎么想的? 经纪人看着我,我摸了摸还未隆起的肚子,留下,自从我爸妈车祸去世后,除了小姨,我就再也没有了别的亲人,想起副领的神言,小崽子的模样应该不错。 我准备这段时间多多工作,显怀后便退圈好了,到时候应该没人会发现。 有盐,有钱,还有宝宝,不香吗?经纪人叹了一口气,并没有阻止,算了,我毕竟是她的姨奶奶,这几天有个综艺节目的通告,通告费一千万,我硬了下来,收拾好东西到了节目组, 只是,到了这里我才发现,这居然是个恋宗节目,我赶紧给经纪人打电话,没事,节目组说了,你只需要本色扮演花瓶,衬托其他女嘉宾就好了,费用加在通告费里了,我点点头,拉着行李走了进去,只是我没想到,傅林,居然也在,她坐在沙发上,大长腿微微交叠,抬眸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赶紧走到一边,给经纪人打了电话,我要退出这个节目,你疯了,养宰宰不花钱,违约金是三倍,为了赚钱养宰宰,我沉默了,摸了摸肚子,宰宰,你看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我欲哭无泪,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 顶着男人的视线,身子僵硬地走了进去,直播间里,大幕已经几乎把屏幕淹没了,木久怎么也来参加这个综艺了,真是没礼貌,竟然都不和傅影帝打招呼,我家老婆真美,这红色吊带裙,看起来莫名和傅影帝有些般配,楼上的别来扎好吗? 傅影帝怎么可能看得上木久,嘉宾们陆陆续续地都到了,我和其他人一起走下楼,这次的嘉宾除了我和傅林,还有两位,一位是王月,被网友们戏称国民闺女,而另一位则是一名女ROP手,还有当红小生曾鸣和一位千万级网红校草冯霄,暂时只有六人,互相介绍完以后, 导演组发布了任务,为了更好的让嘉宾们产生默契,发现对方的爱好,接下来,我们需要组队自主寻找食物,完成一日三餐,我并没有什么意见 说白了,我只是个凑热闹的,为了在一开始引起热度,导演组特地重复了一句,一共三对,可自主组队,没人选择的那个,自然是会引起,争议 曾鸣率先选择了女ROP手,二人是最先出发去村子里寻找食物的,冯霄急了,立马选择了王月,我知道是因为我实在是太黑红了 王月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冯霄离开了,头顶传来冷冽的声音,走吧 我乖乖跟在傅林的身后,根本不敢抬头看她,生怕她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 村子里并非到处都是摄像头,傅林一把将我抵在树干上,低下头看着我 木久,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吗?我把头摇成波浪鼓,熟人的睁眼说瞎话,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傅林的凤眸里闪过一丝失落,喉间一出淡淡的一声,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信了 她穿着深色西装裤,上身是白色衬衫,禁欲得要命,即便是背影,都好看得不得了 我默默跟在她身后,谁知道 她突然停下来,我直接撞到了她的脊背,发出一声阴宁 她急忙转过身,冷白修长地手扶上我的额头,疼,红着脸将她的手从我的额头上拿下来 不,不疼了,那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九儿,她的声线很低 我听得耳朵有些酥麻,男色杀我,晃了晃脑袋 我面无表情地率先走在前面,只是耳尖飞红 身后传来低沉的笑声,走出去几步,面前就是显眼的蓝色箱子 我打开箱子,里面是满满的食材,荤素都有,就连配菜都搭配好了 我,一双冷白修长的手率先拎起箱子,骨节清晰修长 而对面的摄像头,清晰地将这一幕拍下 这么好看的手,嘖嘖,手好看又怎么了 还不是要用来擦屁股,楼上的给我滚出去,破坏氛围了懂不懂 嘶哈嘶哈,我家副影帝的手就是好看,适合抓床单 楼上的,泥苦茶子掉了 我低头跟在他身后朝着节目组安排的木屋里去 过了一会儿,一侧的林子里传来一声交呼 呀,是王月 我和王月算是网络上的死对头了 因为只要王月有新戏拍摄 剧照一发出来,他的粉丝们就会将我拉出来 编诗,原因是之前我刚出道时和王月在一个剧组 他饰演的是修仙女主小师妹 而我,则是恶毒女配妖艳大师姐 当时我刚出道,拍摄这部戏的时候 无论如何,也无法演出恶毒的感觉 只能早上抽空去经纪人给我找的老艺术家那里学习 而因为是修仙剧,涉及武打戏 剧组特地给我们准备了武打戏的教练 练习完毕后,我躺在一侧的躺椅上 蜷缩在里面睡着了 醒来后才发现 王月发了个微博 今日份努力加油小月儿 月儿是剧中女主的名字 下面的粉丝纷纷赞扬 姐姐好辛苦啊 棒棒哒 月亮粉丝团永远在你身后 那又上脚的 是谁呀 居然在睡觉 是饰演恶毒大师姐的 据说还是电影学院的校花 真是花瓶 自此以后 我便有了娱乐圈花瓶的名声 甚至在之后 王月一旦发布新剧 她的粉丝就会照例鞭尸拉财我 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食材物资啊 还是木九师姐幸运 可以跟着副影帝 不像我 哎 冯霄在她身后红着脸 她的确不擅长在林子里寻找物资 王月之所以叫我师姐 还是因为之前拍戏的缘故 便一直这样 只是每次她叫我师姐 都会让人记起之前的事情 经纪人为此差点把我额头戳出三个洞 反正你已经是黑红了 骂回去呀 小耸鸡 反正我之后就退圈回家养崽崽 像你什么 像你一样卡粉吗 说出这句话后 不远处的工作人员立马小跑着 恨不得将镜头对在王月的脸上 她的面色变了变 像是十分委屈 看着这副白莲花的模样 我撇了撇嘴 身后传来一声清咳 似乎在憋着笑意 咳 我回过头 瞪了她一眼 随后大步离开 就是脸上有些烧得慌 回到木屋里 女RP手已经回来了 正在清洗食材 回来了 我们赶紧准备食材吧 我点头 蹲下身默默准备 今天的菜是傅林做的 里面有一道麻辣兔头 是我的最爱 王月和冯霄回来的时候 恰好赶上了开饭 女RP手立马 招呼他们一起 可王月却委屈地看着我 影响我的食欲了 怎么 心疼兔头吗 我好奇地看着她 RP手忍不住笑出声 王月面色尴尬 怨毒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闷声说道我不吃了 便走上楼了 晚是逢消息的 包括工作人员的所有人都回去休息了 只留下客厅一台摄像机 回到房间后 我这才拿出手机 已经有三十个未接电话了 我接通电话 是经纪人打来的 木久 你别怕 我挑了挑眉 怕什么 你打开微博 果然 热搜是景号花瓶女星欺负小月亮 景号 我点开一看 原来是王月刚才发了微博自拍 某种含泪 不知道的 以为我怎么塌了 心疼小月亮 某花瓶女星不要太过分 我怎么感觉挺爽的 王月一直以来都很绿茶呀 楼上的是木久的水君吧 花瓶女星退出娱乐圈吧 我再次黑红了 而当初王月发的那张照片 也被他的粉丝翻出来了 几分钟后 傅林发了一条微博 小姑娘很认真 配图是一张清晰的照片 照片里是我刚出道时 伴着陈光在老艺人那里学习演技的照片 少女穿着浅色牛仔裤 搭配白色Polo衫 墨发散落在身后 露出巴掌大娇艳唇郁的小脸 身后是穿着旗袍的老艺术家 这张照片一出来 网友们都闻到了八卦之火的味道 老婆真美 当初谁说我老婆花瓶的 就是出来解释啊 这张照片下面还有时间 和王月发的微博是同一天 磕到了磕到了 傅颖帝居然说 小姑娘 是恋爱的酸臭味 今天不是节目第一天吗 小姑娘只是一个称呼 木久比傅颖帝小六岁呢 叫小姑娘很正常吧 我不管 我不管 我就是磕到了 我微微有些惊讶 来不及多想 身后传来敲门声 我打开门 是傅领 她高大修长的身子走进来 哭了 我抬起毛子 想起刚才吃的巨辣鸡翅 自从测出怀孕后 我就由爱吃辣 而且我一向眉心眉肺 随遇而安 王月的事情 还不足以让我难受到哭 没有啊 唇已经微微肿起来了 她醋了醋眉 关上了门 坐下休息 这也值得你哭嘛 笨蛋 我乖乖坐在身后的沙发椅上 憋不住 微微吐出舌头 辣 她愣住了 随后立马 接了一杯水递给我 我接过水 咕咚咕咚 直接咽下去 口腔里的辣味减少了 傅林 也终于注意到 茶几上吃了两口 剩下的巨辣鸡翅 谢谢 反应过来 我看着傅林 不过 她怎么会有那张照片的 她勾起薄唇 凤某紧盯着我 傅林俯身 凑在我的面前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 一 你说呢 幸好我改得快 差点以身相许了 傅林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有些遗憾 不用 小九儿 要负责的 她直直地看着我 似乎要窥探我的内心 可看见我飘忽的毛子 还是起身 看着她转身离开 我松了一口气 我没有那么迟钝 感受不到傅林看向 我使眼神的炙热 可我是小耸鸡呀 我只想要退卷窝在别墅里养仔仔 由于傅林插手的缘故 王月受到了一部分的粉丝的质疑 拍摄照片的时候 为什么故意把新人拍下来呢 说不是故意的 很难让人相信 王月只能申请休息 恋爱吧 节目暂停拍摄一天 一大早 王月就被经纪人带走了 而我 发烧了 我想起身 可浑身无力 或许是发烧加上激素问题 床上的我窝成一个球 哭唧唧地拿出手机 给经纪人打电话 小姨妈 我发烧了 声音略微沙哑 又带着一丝娇气 对面传来好听的男生 我现在过来 咦 我的手机里 什么时候 保存了傅林的电话 而且还是置顶 置顶不是一直都是 我的经纪人吗 门外传来略微急促的脚步声 门被打开 木久 我转过身 窝在被窝里 难受地看着宽肩窄腰的腹领 他看着我红得有些过分的脸 眉头微醋 手里还拎着一个医药箱 将医药箱放在地上 拿出耳温枪 快39摄氏度了 发烧了 我带你去医院 我下意识摇头 去医院 一定会被发现 窄窄的事情 见到我摇头 傅林伸手 将我从被窝里捞出来 乖一些 他在我耳边轻叹了一口气 我挣扎着钻进了被窝 拿出手机给经纪人发了消息 之后我就记不住了 醒来的时候 面前是男人的胸膛 我双眸瞪大 下意识想要后退 差点从床上跌落下去 幸好一双手圈住了我的腰 小心被他抱回来的时候 我的鼻尖恰好撞在他的胸前 撞疼了 还不等我出声 傅林有些紧张地抬起我的脸 看见我眼泪汪汪的样子 他的喉结动了动 随后拿起一侧的耳温枪 已经不烧了 一侧的柜子上还有红色的药液 我微微一愣 仔细看了看 幸好是孕妇可用的 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先出去 嗯 难受的话给我打电话 久儿 我心虚地点点头 恋爱吧 节目直播开始 因为上了微博热搜的缘故 加上傅林的带动 观众更多了 王月下来的时候 面色并不好看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傅林护着木酒 经纪人更是将他臭骂一顿 万一得罪了傅林 圈子里他也不需要待了 王月出来了 我家小月亮憔悴了好多 大家没有看见 刚才有个高大的身影 从木酒的房间里出来吗 虽然没有露脸 啊 为什么没有回放 不用猜了 肯定是副影帝 石锤 搬好小板凳准备吃瓜 等到人都到齐了 节目组发放了今天的任务 自主寻找食材 这一次不需要组队 所有嘉宾决定一起去寻找食材 我记得 村口有个湖 里面还有鱼 院子里还有一些青菜和大葱 厨房还有鸡蛋 凑起来三个菜就可以了 冯霄提议道 RP手和曾鸣 显然已经摩擦出火花了 二人对视了一眼 红着脸决定留下准备青菜和食材 负责烧菜和洗碗 我跟着其他三人一起前往村口的湖 里面确实有鱼 这个村子是节目组精心挑选的 生态极好 清澈的可以看见水底 王月顶着摄像头 立马脱掉鞋子下水 木酒 你快下来呀 冯霄也脱下鞋子 穿上军绿色吊带防水裤 他本来就是大学生网红 现在看起来年纪小上不少 姐姐 我拉着你 不用了 身侧传来冷冽的声音 金贵的男人穿上防水裤和靴子下了水 白衬衫微微被冯霄溅起的水花打湿 紧贴在胸前 就连黑色的碎发上都滴上了水珠 他抬起头 乖 在这里等着 我红了红脸 冯霄瞬间噤声 像是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负责拎着筒看着鱼 顺便拿起旁边工作人员的小凳子 悄悄放在我身后 王月看了我一眼 索性穿上鞋走到了岸上 我帮你一起看着吧 石垂了 他醋了 他急了 哈哈哈哈 刚才谁看见副影帝叫木九乖的时候 真的好宠啊 老男人还看了看冯霄 老男人酸菜牛肉面 我拎着小桶坐在湖边等着 抓鱼的时间并不会太快 工作人员索性收起摄像机 先去吃午饭了 我站在边上 看着越走越远的二人 有些担心 水已经淹没到傅岭的腰间了 怎么 是不是很得意 我哑然地侧过脸 王月的脸上 微微有些猙獰 木九 你知道吗 我就看不惯你这个清高的样子 明明是个花瓶 傅岭居然喜欢你 那天你发烧 我看见他衣衫不整地从房间里跑出来 可是 木九 我喜欢了傅岭六年了 你凭什么呢 他喜欢了你四年 你知道吗 自从那件事情出来以后 王月脱粉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由于傅岭 代言也一下子少掉不少 俨然从二线掉落到三线 你在胡说什么 四年前我根本没有见过傅岭 他笑了 模样有些癫狂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突然伸出手 将我狠狠地推了一把 呼吸不畅 让我下意识张开嘴 水灌进我的口鼻 我下意识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我知道湖水只有一米多 可是 王月也跳下来了 他趴在我的身上 伸出手按住了我的头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医院了 下意识起身 看向一侧的经纪人 醒了 身后传来傅岭的声音 我回过头 他端着水站在我的身后 手指上还有一根浸水的棉签 我这才感受到唇上的湿润感 经纪人带着医生走进来 醒了 醒了就没事了 只需要再住院两天 多加观察就好了 检查报告也出来了 别的都没问题 只是病人有些低血糖 需要补充 而且现在怀孕两个多月了 记得补充叶酸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可身后的视线越发炙热 经纪人立马带着医生离开 顺便在我求生的目光下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的 他用的是肯定剧 我缩了缩脑袋 下意识就要钻进安全的被窝里 傅岭一只手直接将我捞出来 抵在床头 眼尾红了一片 为什么不告诉我 随后自嘲地笑了笑 因为不想要我 只想要孩子 对吗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看着傅岭此时狼狈的样子 心头仿佛被重重一击 我没有出生 他垂下眸子 休息吧 随后转身离开了病房 经纪人推门走进来 王岳已经被带走了 那天是傅颖帝把你救起来了 他抱着你 一直跑着到了节目组 开车将你带进医院 王岳不肯承认 是傅颖帝派人到村子里去重金悬赏 才拿到了王岳把你推进去的照片 那天恰好村子里有傅领的粉丝 躲着想要拍傅颖帝 谁知道会拍到这一幕 看见我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 经纪人继续说 九儿 我是你小姨妈 也是你的经纪人 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对于傅颖帝 你考虑一下 是不是真的不喜欢他 我沉默着 他叹了一口气 十几分钟后 傅领走进来了 他的身上还有一丝烟味 坐在一边开始削苹果 他身上的衣服 似乎还是之前那身 衬衫上有一些污水的痕迹 我感觉脸上有些凉意 傅领有些无措地放下苹果 怎么了 不要哭了 九儿 我伸出手圈住他的腰 他身子有些僵硬 木九 你再也逃不掉了 他说 十九 出院后不久 傅领带我见过了他的家人 父母还在国外交流研究项目 傅宅里只有 傅爷爷和傅奶奶 我站在宅子面前 有些惊讶 这是我刚出道时 那位教导我的老艺术家的家里 之前有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都会过来 傅领没有解释 奶奶 傅领叫了一声 原来当初教导我的老艺术家 就是傅奶奶 二老很热情 傅奶奶拉着我的手 我早就知道 你迟早 是我们家的乖宝 我疑惑地挑了挑眉 去房间里看看吧 看出我的疑惑 傅奶奶并没有解释 只是将我带到了三楼的一个房间 打开门 里面都是我这么多年的剧照 还有杂志照片 书柜里也满满都是我的杂志 床头柜上 还有一张我的睡照 我回过头 傅奶奶已经下去了 傅领就站在我的身后 她的耳尖微红 可还是将我抱在了怀里 吻了吻我的额头 木久 我觅觅你很久了 傅领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和我领证的 之后我便和傅领同居了 只是我并不准备公开 这对傅领有一定的影响 连个名分都不给我吗 木久 我笑闹着掐着她腰间的软肉 不给 过了一会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就倒在一起了 她的毛子暗了暗 我知道傅领担心宝宝 狐假虎威地仗着宝宝欺负她 咬咬她的耳朵 或者亲亲她的唇 她无奈地狠狠亲了一口我的唇 随后拿起睡衣走进了浴室 我笑得像只得逞的小狐狸 刚满三个月 傅领就带我去做检查了 检查出来后 经纪人打电话给我 你们千万不要出去 狗仔都在外面 我有些疑惑 打开了微博 热搜前三条都是我的 警号木久怀孕 警号 警号孩子父亲疑似天气老总 警号 警号投票 孩子父亲到底是谁 警号 我磕的CP 绝对是我家副影帝的 不不不 你们都忘记了吗 三个月前 木久和天气老总在一起合影 也有可能是奶油小生王凯 众说纷纭 之前因为我落水 加上王月被带走 恋爱吧 节目组被暂停 后来变换了嘉宾 我和傅林 也都没有继续参加了 王月被带走后 网友们也都沸腾了 后来被扒出来 这么多年 找黑粉骂我的 都是王月 并且我参加的几部电视剧的导演们 也纷纷为我发声 网友们重新看了这几部剧 彻底洗掉了我花瓶的名声 明明是我的 宰宰和你 都是我的 头顶传来傅林的声音 猝疾的男人扣住我的腰 将我半搂在怀里 顺便打开了直播 他微微低头看着我 勾了勾唇 我的 直播间刚进来的网友 发出了巨大的叫声 弹幕几乎要将屏幕淹没 一进来就吃饱了 实锤了 话说真的很般配啊 什么神仙颜值啊 宝宝一定很可爱吧 傅林关掉直播 发了微博官宣 我的 配图是两本红本本 网友们大多都是祝福的 只有少部分网友 极其抱怨这种强行喂狗粮的方式 是是是 你的你的 笑死 傅影帝真的好醋啊 直播间也说了一遍 直播间 什么直播间 我怎么没看见 已经关掉了 但是我有截屏 真的好甜啊 老男人猝起来真要命 回到别墅 刚走进房间 傅林就关上了房门 咔嚓 我心肩一颤 看着他眼底越发浓郁的墨色 下意识就要溜走 晚了 放在梳妆台上的检查单 挑落在地板上 已经怀孕三个月又几天了 两天后 傅林暂时停止了手头的所有事情 专心在家里陪我 化身为全职人夫 亲自准备我的一日三餐 随着肚子里的小仔仔出生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也越来越娇气了 傅林细心地哄着我 安抚着我的情绪 他比我还要心疼我 经常趴在我的肚子前 乖一些 不许折腾妈妈 后来 我被傅林提前送进了医院备产 生下仔仔那天 他拉着我的手 眼尾一片心红 从医院出来 我暂时和傅林回了老宅 所有人都在等着 身为毒宠的仔仔 每天被抢着带 甚至为此发生了争吵 原因是 爷爷抱了三个小时 而奶奶却抱了三个半小时 傅林只能沉着脸 列下了一周带娃表 此时 微博也面临瘫痪 景浩影帝官宣生子景浩 景浩傅林官宣 喜得爱女景浩 景浩影帝傅林做父亲了景浩 傅林的热搜一连挂了十几天 几乎整个网络都已经沸腾了 看不过的微博 直接瘫痪了一小时 后来我搬回和傅林的别墅才看见 傅林那天发的微博 母女平安 余生都是你 为爱无期 看得好好的 狗粮洒到我的头顶了 一大清早我就吃饱了 又省下一顿早餐钱 果然 父母是真爱 孩子才是意外 是的 听说这个意外一出生 傅影帝就送了价值八千万的寓所 嗨嗨 送给我家嫂子的 是价值一个亿的别墅 傅林一如既往地宠着我 她丝毫不担心会将我宠坏 我蜷缩在她的怀里 笑闹着咬了咬她的耳尖 傅林 她垂下眸子 长洁微动 随后将我抱起来 朝着房间走去 我吓坏了 差点哭出来 干嘛呀 她勾了勾唇角 生二胎 傅林翻外 我奶奶收了个小徒弟 是一朵娇艳欲滴的小玫瑰 奶奶经常在我面前赞扬她 天赋不错 学起来乖乖巧巧的 我想 小玫瑰或许是属兔子的吧 拍戏到凌晨回来的时候 小玫瑰还在认真圈画不对的地方 隔着玻璃窗 我能清楚地看见她精致认真的样子 娇软的声音轻声响起 像是一下子闯入了我的心底 她侧过脸 我狼狈地离开 心跳却加快了 后来 每天早上我都会出现 有时在对面的书房 有时在楼上的阳台上 小姑娘的演技越来越精炼 可惜总是拿捏不好精准的分寸 我忍不住走下去 小姑娘有些好奇 可还是乖乖听我的指导 她迷糊地躺在沙发上闭上了毛子 我忍不住 蹲下身将她抱到了客房 小玫瑰离开后 再也没有来了 那天醉酒后 我问她 寄予我多久了 她红着脸痴痴地笑着不说话 其实啊 是我寄予她很久了 我的 小九儿 小姑娘胆子实在是太小了 我只能不断地往前走了九十九步 我并没有停止 因为 即便是九百九十步 我也要走下去 可我的小姑娘 她终于向前走了一步 一下子撞进了我的怀里 你再也逃不掉了 她笑嘻嘻地搂着我的腰 嗯 不逃了 即便生下了女儿 我还是更加爱我的小姑娘 我的九儿 小姑娘想要撩拨我 我说生二胎 可是 生下女儿后 我就已经去国外注射了避孕药物 我怎么舍得我的小姑娘 再痛苦一次呢 大灰狼永远保护着她的小玫瑰 小姑娘 我还是要去国外注射了避孕药物 我还是要去国外注射了避孕药物